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在综艺上大口大口吃上了牛肉面 报了当年尼玛之仇 没有他房 胜死他房 张翰 你确实在他一种狠心的房 在综艺节目中 曾有嘉宾用纸条写下对张翰的第一印象 花心 张翰略显无奈地说道 我确实花心 十年内就谈了两个女朋友 和吴某凡 李亦峰等私生活复杂的明星相比 张翰的感情生活干净的就像是一张白纸 在谈对象这方面 他绝对没得说 可就是这样白纸一样的深情明星 却比吴某凡 李某峰挨骂挨得还要多 一起来看刘新宇之前 他还只是娱乐圈极极无名的小透明 但09年这部偶像剧播出后 他从此翻身把歌唱 一跃成为当年赤手可热的男主演 有了名也有了爱情 当初二人有多恩爱 只要同框出席活动 张翰眼神就粘在对方身上下不来 公开恋情后 他微博三条步里秀恩爱 就是两人没有一起上节目 他也会反复cue对方 希望和我的公主一起做旋转木马 当某上和别人闹矛盾 他更是不由分说地出来力听 一句除雨巡可不是你可以随便欺负的 拉爆观众的少女心 两部刘新宇 已经将两人捧成经典荧幕CP 谁承想他们私下互动 比电视剧里还要甜一千倍 那段时间 他们就是观众心中最佳的惊铜玉女 可没等到两人结婚的消息 分手的消息却是意外来临 先是张翰一反常态 发了一条伤感微博 引来吃瓜群众的热烈讨论 终于相信和你步入婚礼的 不一定是你最爱的人 人总是不自觉的偏向弱者 和张翰在一起时 谋爽确实卑微到尘埃里 令爱恼的谋爽能多疯 多次透露自己爱的自卑 所以为爱整容 最后还是因为男友不喜欢再转回来 为了男友立下规矩不拍亲密戏 措施许多好机会 谈恋爱时不禁足拍戏 敢做男友助力 陪着男友到处飞 事业最巅峰时期 谋赏全用来谈恋爱了 或许谈恋爱时 他做的这些是甜蜜 但这一张张一件件 都给张翰埋了大雷 只等两人分手疯狂反食 深情人士或许能帮他 再挽回一点分手的损失 但实在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由解 甚至于他已经直接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 亲手将自己盯在了渣男的耻辱处上 我最爱的依然是小赏 话音还没落完 他的新恋情就被曝光了 分手后 摸上一度被产出报酬的新闻 每次被拍到 他都一副皮包骨头的模样 看了好不吓人 对此 麦介都认为他是为情所伤 与主角受成骷髅头 男主角邪心欢秀恩爱 两相对比 男主角成了十恶不舍的渣男 当初深情人士立得多么好 如今就被骂得有多么惨 他们口径一致 将他视为小三 各种时间线 小道消息 传得有模有样 拉扎实在没办法 发了一篇他真的很好的小作文 认认真真地回顾了两人恋爱历程 说明自己不是小三 但哪怕做到这个份上 该爱的骂一点也没少 最严重的时候 他一度被骂到 关闭评论区 作为话题度最高的女性之一 某场粉丝的战斗力 有多么强悍 自不必多严 但是关了评论区 他们照样能想方设法地 个应你 可惜这段共患男的感情 还是一分手高中 如果不是外界压力太大 说不定二人 也许可以走到最后 骂也挨了 感情也吹了 和某场谈一段恋爱 竟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所以某场翻车后 张翰成了第一获益人 渣男名号没了不说 还收获了网友的同情 奈何机会来了 他却把握不住 愣是自己作死 混了个比某场还臭的名声 其实在镜头前 大吃特吃牛肉面 和前面挨骂摇香呼应 引起网友怜悯 后世 大谈特谈自己对新作品如何努力 和某场形成鲜明对比 一天拍23小时戏 哪怕身体不适 也要坚持下去 这么一拉一踩 张翰美强惨的人设立吻了 张翰本人也想顺势而上 趁着口碑回暖 靠作品杀出重围 于是由他兼任编剧 男一号 对外号称十年摩一剑的作品 东八区的先生们诞生了 对于这部作品 张翰还真是下足了功夫 用扯女主 内衣带的方式 英雄救美 完事还加上一句恶臭的台词 是不是给你转舒服了 在镜头前吃女主豆腐 美其名曰浪漫 古有曹雪芹十年摩一剑 摸出佳作《红楼梦》 今有张翰十年摩一剑 摸出烂剧 东八区 可这么抓马的烂剧 放在张翰身上 却显得合理很多 毕竟他早把自己 活成了烂剧男主 三 要不人家演霸道 总裁能成功 人家从小到大都是霸总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大学里 其他同学还在 当家教赚钱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着好车 到处溜弯 几年霸总演下来 张翰自己也很迷茫 我感觉我的人生 一直在重复 我想撕掉这个标签 中间他也曾尝试转型 一部战狼 二让他重新出发 可事实证明 他就在硬汉剧里 敢当男配出菜 真让他来扛大棋 分分钟 便披着战争片 外套的霸总片 难道说演霸总 就是他逃脱不了的宿命吗 不不不 比起演霸总 他早就到达了最高境界 活成霸总 当别的嘉宾 谈到前任这个话题 他一脸自信地说道 初恋跟我在一起 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了 这语气 这剧情 这自恋 是不是和他演的霸总 如出一辙 当然 工作中的他 更是将霸总观彻到底 在一档职场真人秀中 张翰担任蔑视官角色 面试前 他给实习生出的考题是 收集公司信息 并汇报对公司发展的相关建议 可实习生 慢慢准备接受审核时 他的考题 临时变成了推荐自家仪人 轻飘飘一句话 白费了实习生所有努力 还颇为对方着想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严格 张翰全方类无死角的 想撑起霸总人设 甚至在生活中 也把自己凹成霸总 可惜空有霸总的皮 没有霸总的骨 没有霸总的脾气和实力 终究将自己活成的笑话 性格称不起霸总的骨 实力更称不起 50公里桃花屋里 宋丹丹要求新来的嘉宾 都做一个自我介绍 介绍下自己姓名和代表作品 其他小咖一一照做 哪怕没有什么作品 也坦然承认 可到张翰这里话疯扁了 依旧我是张翰 简单带过 一向拥脾气的 宋丹丹不乐意了 别问他 你演过什么 张翰就是死活 不肯说出自己的作品 一句我没名 将气氛降至冰点 还真不怪他不肯说 毕竟他是真没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每一一个拿了奖的 还是《战狼二中》演的男配 出道数十年 唯一让人记住的就是 霸总 成也败总 霸也败总 演霸总十几年 生生把自己活成霸总 但真正的霸总 有实力 有情商 而这正是他的短板 黄晓明被称 游王 尚且能够力挽狂澜 改过自新 因为人家有实打实的作品 人家也从来没得说 可他 要作品没作品 要口碑也没口碑 本来 想靠某爽翻车 赚一波好感 又被他亲手扑灭 用一部烂剧 臭了名声 人们反感的 当然不是霸总 是无意识的冒犯 是不自知的油腻 是没实力 却依旧狂妄自大 好的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